雖然這名恐怖份子最後確認被狙擊熊射殺 但是由於第一架直升機的那顆手榴彈直接爆炸 鮑魚王,我是騎士魚叔叔人 東京奧運會終於又在2021年開幕了 但是你知道嗎? 在1972年的德國慕尼黑奧運上 曾經發生過血腥恐怖份子的屠殺事件 這件事件是真實故事 而且還有被翻開成電影幕 這個我知道了 在影片開始之前幫助我們訂閱頻道打開小鈴鐺 1972年的8月26日 第二十屆奧運會在西德慕尼黑舉行 這是二戰戰敗國西德首次戰後舉辦的奧運會 當時距離二戰並不遠 所以德國人竭盡全力的希望 向全世界崭新一個全新的德國 在當時這一次的奧運會 參加的運動員以及其代表的國家 是超過以往的任何一屆 是公認史上規模最大 也是耗資最多的一屆盛會 以色列也派了一個到當年為止 最大的代表團到西德參與 要知道當年因為二戰的關係 德國曾屠殺了大量的猶太人 所以當時的西德總理 曾跪在猶太人的墓碑前面謝罪 而慕尼黑奧運會的前10天 各國的運動員都沉浸在奧運 盛會的祥和和歡樂之中 但是在9月5日的清晨4點10分 有8名恐怖分子闖入了德國 慕尼黑奧運村以色列選手的駐地 據說當時的以色列運動員有聽到阿拉伯話 他開始覺得不對勁 遭受到攻擊之後 他就大力的設法抵抗關門 但是因為由於恐怖分子有重裝備 當場殺害了以色列角力教練的 墨蛇溫伯伯 以及舉重運動員約瑟夫羅曼 另外有9名代表團的成員 被當作人質關押起來 原來這些恐怖分子是巴勒斯坦 一個叫做黑色9月的組織 但是很奇怪的是 當時的德國聯邦總理和內政部長 不知道為什麼拒絕了以色列 單方面派遣了一個特別行動小組 在這之後 黑色9月發表聲明 要求12點之前釋放被以色列 關押的234名巴勒斯坦人 當天11點 以色列政府正式拒絕了釋放政治犯的要求 但是同意恐怖分子 將人質轉移到埃及開羅 再進行釋放政治犯的談判 一個小時之後 12點鐘 國際奧委會派了委員來前往談判 在釋放人質的條件下 保證恐怖分子能夠安全的離境 並且支付他們 巨額的資金 可是這項談判 卻遭到了恐怖分子的拒絕 恐怖分子最後要求 用兩架直升機 將恐怖分子 以及人質運往附近的空軍基地 之後再轉機離境 警方就打算在恐怖分子上飛機的時候 營救人質 當時機場佈置了5名狙擊手 3名在信號塔上 1名躲藏在地面 最後1名則藏在地面的水管障礙物背後 但是這裡警方卻沒有注意到 恐怖分子實際上有8人這麼多 5個狙擊手根本就不夠用 而且最糟糕的是 由於交通的堵塞 反恐小組的裝甲車還遲到半個小時 對對對就是沒有辦法想像 SWAT的裝甲車卡在路上 為什麼大家都在去餐館對不對 恐怖分子GO這張車 就大家去打卡 尷尬 好 大約晚上10點30分左右 恐怖分子順利到達機場 在機場停靠了一架波音727 為了幫助狙擊手辨認目標 警方打開探照燈照亮現場 恐怖分子的頭領則上前檢查飛機 而人質繼續留在直升機上 警方原定計畫在機組人員混入警察 協助消滅一兩名恐怖分子 但是沒有受過任何反恐訓練的機組人員 因為害怕而拒絕幫助執行這項計畫 後來警方只好更改計畫 把這些機組人員全部換成16名的便衣特務 但是這批新部隊不裝備武器 只是負責演戲時恐怖分子的成員 分散注意力以方便狙擊 但是最慘的事情是在他們行動之前 這項計畫就被恐怖分子識破 也就是說行動開始之前 整個計畫就宣告失敗 是可能有內鬼在裡面進行 有可能 也有可能恐怖分子其實很聰明說 你們打算要讓人上來 他會提防預防說 我就是不讓你來 我這裡就只能有我恐怖分子 我自己的人而已 其他人都給我滾這樣子 對 當恐怖分子的頭影發現波音客機內 是沒有任何機組人員跟警方的成員的時候 他就立即折返回到直升機 可是意外發生了 這時躲在水管後面的一名狙擊手 首先向恐怖分子的頭領開火 但是這個時間大概是晚上11點的時候 由於狙擊手並沒有無限通知裝置 也沒有裝夜視鏡跟頭盔 人數也落後於對方 這下完蛋 情況完全失控 他一發射擊 並沒有擊中恐怖分子的頭領 但是卻擊中了陪同他去檢查飛機的副手 後來他們爬回其他恐怖分子那邊 這下可好可激怒了所有的恐怖分子 三名恐怖分子藏身到直升機的後面開火 而且由於之前的失誤 現場人員的方向位置 並沒有按照正確的計畫執行 這造成狙擊手的視線範圍完全被阻擋 整場槍斬持續了45分鐘 直到那才遲到的裝甲車到現場 才到這樣 東西就不能等他到再開始 對對對 好 由於時間的緊迫 一名恐怖分子開始上第一架直升機的人智開火 並且讓其他兩名恐怖分子掩護打算能夠上飛機 但是可能是因為被狙擊手指導 這名恐怖分子出去的時候 直接在直升機內留下了一枚手榴彈 而且是已經駡開保險專門 對 那這下完蛋 雖然這名恐怖分子最後確認被狙擊手射殺 但是由於第一架直升機的那顆手榴彈直接爆炸 那整個直升機內起火燃燒 機內的所有人質確定死亡 第二架直升機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直升機上的恐怖分子 直接開始處決室的射殺無農機 那希德警方最後在這次的營救中 犧牲了一名警察 整起世界也迎來了最壞的結局 8名恐怖分子 包括首領在內 一共5人死亡 剩下3人被捕 哇 所以等於說全部人只有死亡 對 就是全掛 這個如果是上頭 他知道說 那個你下面居然處理成這樣子 這個是會被就是媒體 對 會弄爆的 對 幾天後呢 1972年的9月6號 奧運會上舉行了對以色列代表團的追思儀式 那中斷了34小時的奧運會仍然繼續進行 那在追思會的儀式上 以色列的代表團也空出了11個座位 為了紀念那些犧牲的人質 包含那些警察一共12名的遇難者 那事情還沒有結束 以色列當局在事件之後呢 因為國內的壓力整個暴走 展開了一連串的暗殺行動 這個暗殺行動 行動代號叫做天珠行動 那整個黑色9月的恐怖組織 後來遭到以色列當局的特別行動小組 全數殲滅 但是這後面還有很長一連串的復仇故事 因為黑色9月行動解了 寡解之後呢 他後面還有那個殘黨 又成立了一個新的組織 又向以色列當局要展開復仇 所以這個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間的對抗 其實是一直到現在都沒有 這就是一個惡性習慣 對對對 就是你要復仇 就是人家到時候就會復仇回來 對對對 而且我記得我之前看過慕尼黑的這部電影 就是史蒂芬史披薄到的 他那個是演得真的好 就堪稱剪輯教科書 他完全沒有放任何的一些很緊湊的配樂 他就靠剪輯 但是你當下會感覺到很緊張的感覺 炸彈要爆了 然後你是可以很沉浸當下的那個感覺 然後聽完感覺還可以再看一次 對對對,可以重刷一次 對 其實我一開始知道這個故事是在玩CES的時候 就是選恐怖分子跟反恐小組 他都會有一個簡單的介紹 他上面沒有寫得那麼詳細 但是你可以大概知道說 這些反恐小組的角色 他們背後都有自己的一個故事 然後恐怖分子反恐小組都是 各位觀眾你們有看過慕尼黑這部電影嗎? 你們還看過什麼類似的警匪電影呢? 你們覺得警方最大的問題會出在哪裡? 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bye 我們會聞一下 我們就不在他們 撒出 我們有一個好朋友 想要想要不要動 我們會說 我們會感到第一次 美子 我們會想要不要動